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升温 虽然实名制购买快筛试剂政策已经上路 但是许多民众还是买不到 市议员郑文庭更指出 他们听到有民众购买后 囤积再以高价卖出赚取灾难财 每个药局都在排队 而且时间还没开卖的时间 距离开卖前大概一两个钟头 就有人在那边排队 排队买来之后一记一百块 我们听到的有人加价卖出去 这样的行为我希望警政单位 能够协助去了解是不是有民众 刻意的囤积借此来发这个灾难财 对此市长林又昌表示 会要求警政和卫政相关单位进行查查 一般人要囤积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如果是实名制的话 他一插卡进去 就是每个人只能买一盒 那你家要去收很多的 这个收很多的健保卡 来那个插卡大概比较 比较困难 那他量可能也比较少 不过我们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有一些厂商 有一些厂商他可能手上有货 那这部分我们不是很了解 那是不是有人囤积 我想这部分我们会请 这个警政跟卫政单位也把这个问题做反映 来做一些市场市面上来做一些查查 我们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全民防疫的时候 我一直在讲 民众的公德心还有自律是很重要的 民众的公德心跟自律很重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